这样我们来到Bed Bass and Beyond 听说这家店在北美破产了 马上要关门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能不能开到一些好货 All final sale, no return 走着 其实这家店就是卖家居床上用品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应该是 全场打八折 其实没打多少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椅子的价格是 65美金,然后再打个八折 其实没拼多少钱 可以看出他们货架上面很多 比较热门的东西全都卖光了 然后也没再补货 嗯,这个湿巾只是擦屁屁用的吗? 应该是,二块多 比如说这个浴室窗帘 原价是53 现在打的是 33块钱,其实没配特别多 所以你看这些护用品 打八折之后的价格 是和沃尔玛的正价 就差不多,来看看金毛枪吧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金毛枪 130美金 8折,100块钱左右 UGG的这个床上用品是 100块钱,原价130的 这个床单应该品质很好 那种150美金 打个八折 其实我在网上听说这个店破产 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没想到它的折扣其实力度还是不大 可能要等到它真正闭店的前几天的话 才会有特别大的折扣吧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个是5折 15块钱打折下来,还行 其实我发现这里面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特别便宜 除非原来从来不打折的商品 在这里的话还是不错的 他们这里店里面卖的东西品质还是不错 你看这些盒子10目的 45美金就是价格偏高 听说这个是咖啡机的天花板 3000美金差不多 打折下来的话 还是2000多美金 好了好了,看了这么久 这家店确实没什么购买欲望 好了好了,这是美国破产家具店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们下期再见吧!